好市多就是狂 不只卖游艇 不只卖黄金 现在连特斯拉电动车都能卖 这个星期开始呢 好市多跟特斯拉合作促销 170万上下的电动车 化学性十足的活动 却惊动了马斯克本人 发文怒呛不准 不过好市多今天最新回应 却坚持活动继续 大家都在问 你马斯克会不会管太宽了 人家是跟官方合作 又没有偷偷摸摸 你到底在怕什么 原来他走不出心魔 原来他一招被蛇咬 他终生怕草神 事实上我们过去提到 像这个好市多 大家觉得买大宗物品 民生用品 去那边买对不对 现在居然可以在这边 买到特斯拉的车子 太狂了 厉害了对不对 而且你看 夏季车展的期间限定 会员独享购车领域 我先讲 如果你今天看到 好市多卖的这个车子 你会觉得 那我跟他一般到我那个展场去买 有什么不同 我先跟你说 你看 他的售价是一模一样的 跟他你今天到这个所谓的 特斯拉官方去买都一样 但差别是什么 那我为什么来你好市多买呢 不是啊 我跟你讲 你看第一个 我先付你好市多 电商折价券一万块 哇 现赚一万 又现折一万 对对 还有 还有啊 还有充电领域 我给你这个五千公里免费充电 旅行用这个所谓的充电组啊 还有满电出门 套装这个办法 而且最重要是全台七家好市多 同步要跟你推出耶 台湾好市多出大绝 哇 这招抢势很猛耶 还不止这样 人家还送你配件啊 什么格勒子啦 专用套装啦 专属预约服务啊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哇天啊 台湾的这个特斯拉现在出奇招对了 话题性十足 但问题是啊 马斯克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生气了耶 他居然讲说 等一下等一下啊 我做一个执行长 我都没有听到这个消息耶 你居然台湾这边跟我讲说 你要跟好市多合作 要搞优惠 他说了我不允许 我没有同意啊 不推啊 但问题是 台湾好市多这边也被问了 你促销方案都给人家打出来 你是这样 你知道好市多这边说什么 他说 没有啊 台湾的特斯拉这边 也没跟我说活动要这样提 我要继续办下去 太诡异了这件事情 明明是好市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各说各话呢 你要知道 台湾的特斯拉 占整体营收 一趴不到 所以 马斯克你是在不准什么 你在担心什么 我们后来知道了 他有一个心魔 答案 都在特斯拉的股价曲线里了 而且有说声的啦 那个特斯拉的车子在台湾卖 又不是全球最便宜 这种促销其实跟你其他卖到其他国家的地方 车也都一样 还算贵的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回来看喔 特斯拉的股价在过去一个月啊 下跌了百分之二十点六八% 是 这个其实幅度非常大 为什么 你光看它的营收 一般我们讲说 你如果有卖车就有赚 对不对 是 可是特斯拉的财报很诡异啊 它的Q2营收是年增加两% 对 理论上是有卖对不对 对 但是它的净利却年减百分之四十五啊 卖越多赚越少啊 所以就回来了啊 那其实以特斯拉集团来讲 它有非常多的这个相关的产业嘛 那其中大概是以车辆作为它的大宗啊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汽车利润啊 它只有百分之十四点六五而已 创下五年来的最低耶 甚至大概提到说特斯拉 一定讲它电动车嘛 它的电动车的销售是年减百分之七 连两季下滑啦 等一下 哪有这个奇怪的事情 今天如果我车子卖不动 我就降价换成交 才会有你说卖越多赚越少 我可以理解 至少我抢得到市站 没有 它越卖销售越少 哪有这回事 所以呢 它是不是想要透过这个方式来支持 但问题是台湾的车市在它那边 占也不到一%左右啊 对啊 所以对它真的没有大的影响 而且我们就回来看啊 特斯拉现在遇到的状况是什么 你说像美国啊 它发源地在这个地方 大家会觉得就说 你美国应该特斯拉的车卖得很好 对不对 可是你在画面上面看到 好多特斯拉的车子 天啊 这个是不是特斯拉爱好者的这个集聚地 没有 我跟你讲 这边全部都是新车 因为特斯拉他们这个公司 就租了位在圣路易西的 这个所谓的一个购物商场 那这个购物商场说 你这个平常 你这个商场也没有在营业 那你的停车场 干脆我给你租下来 干嘛你知道 你现在看到这些车子 都是还没有交车出去的 就是说新出厂卖不掉或还没卖掉的 全新特斯拉就在这边 摆一天就折旧一天 但问题是呢 你摆在那边 你还是要生产啊 那我东西放在哪里 所以而且这个状况 不是只有在圣路易西的这个地方 包含纽泽西跟维吉尼亚洲 其实都出现这个状况 而且更可怕的是 我们刚刚那个画面是5月的时候拍的 4月份之后 美国的特斯拉才宣布说 Model Y跟Model X 还有这些所谓Model S系列 他们全部要降价2000块美金啊 那你4月份的时候已经降价了 那5月份的时候 车子都还没有交出去 那这个状况难道只有在美国出现吗 不是哦 连澳洲也是这样啊 所以一眼望不尽的特斯拉坟场 让马斯克心里有心魔 我这样叫做换不到成销 你台湾的好事多 干嘛给我不清楚呢 会不会我们不知道 但这件事情太诡异了 你刚刚提到了 特斯拉坟场 野蛮式暴风式的增长 美国有 澳洲也有啊 而且你看哦 这个是澳洲的这个墨尔本港 澳洲比较特别是因为 它没有本土的汽车的品牌 所以它每个月啊 都其实都会有车子 各个国家的这个新车往这边走 但是呢 现在啊 它每个月将近有2000辆左右的特斯拉 会运到澳洲墨尔本这个地方 但问题是 你在上面看到 那些都是还没有卖出 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卖出去耶 可是你车子不断的进来 我的销售又还没有出去的时候 那你想想看我要有多少地方 来放你这些所谓的特斯拉的这个车子呢 近看你会看到 在这营业呢 刚刚卸载到了码头边运到这个地方 就让它升灰尘 什么时候特斯拉沦落到这样了 而且刚刚讲说 这个台湾这边啊 跟这个好事都合作嘛 马斯克说不行的 可是你知道吗 在澳洲啊 澳洲的这个所谓特斯拉的model wire 连续两周 那个降价你知道 它的跌幅已经将近 如果台币来算 将近十万块左右 砍得很凶耶 那个数字你知道吗 它五月份的时候 如果你要买model wire这个车子 本来是大概台币130万 结果呢 现在你就跟它买的时候 又跌了十万块 那而且它的价格 其实是从2022年的6月 到2023年的5月 它其实一直不断的这些下挫 你知道 它最早的时候 2022年的时候 6月的时候 那一台车还卖到154万台币 到现在为止降降降降 降到现在来 这不到120万台币 跌了三十几万耶 那你可能会讲说 澳洲反正也不是特斯拉的最大市场 是在惊什么 三大市场 一个美国自己本土 一个是欧洲 最重要的市场 当然就是中国 中国卖得好 就特同啊 当问题是中国现在电动车跟你讲说 我的比你更多 而且更便宜 而且更棒 你知道吗 所以它的销售就出现在哪里 你知道 今年4月的时候 特斯拉在全中国的这个车系 他告诉你说 我全车系无预警叫降价 而且每一款的这个车子的幅度 降价在 我们都用台币算 大概是在6万多左右 那尤其以中国大陆来讲 因为它没有像我们这个 所谓进口车关税的这个问题 所以它本来在那边买 这个所谓的特斯拉这种进口车 就相对便宜啊 你知道吗 它现在一辆这个Model 3 大概只要105万台币左右 就可以买得到 我们刚刚讲说 你到这个好市多 或到台湾的特斯拉官网去 一辆Model 3 都还要卖到将近170万左右 这价差这么大 你对台湾市场反应这么厉害干嘛 而且你知道在中国大陆这边 买特斯拉的车子 他告诉你说 我除了价钱更便宜之外 还有什么你知道 像我们一般人就觉得说 我不喜欢这个颜色 不喜欢那个颜色 我要指定车色要加钱 没有啊 我告诉你 限定配色的话 我给你免费 然后呢 你要充电嘛 因为大家都担心说 我到里面充电要付钱 不好意思免费充电 还有一个是什么你知道 我没有钱啊 如果想买特斯拉 我跟你讲 没钱没问题 你只要想买就可以 分期还可以 免利息啊 中国特斯拉一退再退 退到太平洋了 但问题是呢 特斯拉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呢 他现在的这个车子的状况 在中国大陆被引起一些讨论 但特斯拉的这个中国的车厂部分 今年已经第二次宣布 要召回特斯拉这个车辆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你知道特斯拉的那个 我们一般传统车子的前面 不是引擎盖 打开里面是引擎吗 对 他打开里面是行李箱 就后来发现到 有一批的 有一些的这个产品 很有可能的 你在开的时候 那前面的行李箱会自己打开 那多可怕啊 你前面一下那个箱盖打开之后 引擎盖那个位置打开 我看不见我要怎么办 所以这是安全的问题 你知道在中国这边 召回了168万辆车的 进去回去检查 所以他现在在中国车市的部分 特斯拉你再怎么硬 你也只能降价求售啊 降价求售还抢不到市场 这就是玩弄 还有更糟糕的 你知道在特斯拉身上 有三块神主牌 一个叫科技 一个叫安全 一个就是豪奢的那种品牌感 无可取代 可是这三块神主牌 极大成的这一款车 Cybertruck 才上市多久而已 落参咯 而且你知道 现在全世界的电动车来讲 大部分主流市场 一定是轿车 或休旅车 那有一些会去做什么 电动公车 大众运输工具 卡车的这一块 我跟讲真的 特斯拉跟人家讲说 我跟你说我第一 没有人太敢跟我唱声 你知道吗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个老实讲 它的外形设计 非常的新颖 科技感 很有科技感 对不对 结果在最近居然发生了 首起车祸这个事件 当然我先讲 它跟它的自动导航系统 这也没有关系 因为它的车上并没有配备 应该看起来是 驾驶本身的状况 但问题是 我们不是讨论驾驶 而是这一台车 撞击到这个水泥寒冻之后 居然起火燃烧 而且整辆车 你可以看得到 在这个地方 呈现类似像报废的状态 任何的车子 要是这么高速猛烈的 去撞击了一个水泥壁 哪有不凹 哪有不明明暴暴 甚至烧起来 也都有可能啊 别的车可能可以这样讲 但特斯拉 绝对没办法接受这种说法 为什么你知道 他当时讲说 我这个车不是你现在看到的 那个造型很独特而已啊 我跟你讲 我这个是用到高科技 你知道当时讲说 它这个Cyber Truck的车子 他说我用到 所谓的不锈钢的材质打造 你会觉得什么叫 不锈钢材质 现在车子不是很多吗 他说没有我告诉你 我这SpaceX是新建级的特殊核心啊 你今天跟我用到太空材料 那我当然觉得很厉害啊 而且特斯拉说 我跟你讲 我太空材料不是跟你随便开玩笑的 居然还有网红去测试 说什么你知道 C4的这个塑胶炸药 我跟你放一棒到里面去 结果爆炸出来变这样 钢板没有穿透 厉害了吧 是真的厉害 你说炸药啦 一棒也没多少 你放远一点或干嘛的 爆炸力这个凹进去也没破的 结果你用子弹打看看 你知道吗 网路上也有啊 做Cybertruck的这个车子啊 居然有人啊 去拿这个什么你知道 拿子弹 拿散弹枪 拿那个九咪的手枪 还有拿冲锋枪 甚至拿什么你知道 拿这个Tommy Gun的汤普森冲锋枪 画面上面所看到 对着特斯拉的这个车子一直打 而且你看还有这种画面 我老实讲 一般玩家大概不会拍出这种画面 他搞叛天他把这个Cybertruck 变成了防弹的装甲运兵车 而且你看哦 我在车内还拍一个 你能不能看 子弹全部箱在那个门板上面 而且门板打成这个样子 不好意思 你刚看到他做了一件事情 我的电动车窗一样可以升降 表示我内部的那个机组件 都没有伤到 都没有伤到 已经强硬到这种程度的 你应该觉得它非常安全 对不对 应该是移动式的钢铁城堡 没错 结果没有想到一撞到水泥寒冻之后 烧得咪咪咪咪咪 所以这个为什么会成为 大家极度关注的一个原因 就在这里啊 对 而且特斯拉说真的 他最近有点货不担心你知道 销量下架之外 美国的媒体也报导说 因为这个特斯拉 他在这个Cybertruck 这个车子里面 因为它的造型很独特 那它的前挡的玻璃面积又很大 所以一般我们传统的 这个所谓的前挡的这个 这个底刷不是在正中间吗 或者是往两侧有两支嘛 他没有他说我就一支 结果这一支马达 因为它非常大支你知道 现在传出来讲说 它的马达可能会出现问题 所以他现在说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 这个底刷其实真的很重要 下大雨的时候 如果底刷不会动 我要怎么开车 所以现在传出来讲说 特斯拉已经停止了 它这个Cybertruck的这个交车 那现在问题来 你今天销量上面 已经出现这种所谓的皮态 然后你又要降价求售 还有再出现这么多的状况 你说特斯拉不跳脚 马斯克他一定要跳脚啊 各位朋友 今天晚上我们给大家来揭晓 国内4月份的汽车销售成绩出炉了 两大看点 首先 NG国产休旅稳坐销售亚军 它有多厉害呢 同一个时间 我们看Lussian N7 一举拿下了国内电动车的龙头 这两件事说明什么 平价化趋势全面确立 现在甚至形成了日常围剿特斯拉的大乱斗 前几天才刚刚在北京曝光的 和丰田跟比亚迪共造的两款电动车 已经火速的载台注册 这是为国产登台留下伏笔吗 包含了Mazda Honda 新车都倾巢而出 而且招招 剪指特斯拉 对 没错 随着中国电动车的觉醒 这种所谓电动车这个普及化 或是电动车的这个低价化 已经成为一个时代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 日系车厂或是特斯拉 都准备要为杀架在做准备 好 我们先来讲特斯拉 这几天当然网路上大家传的最多 就是说发生在江西干州 有一个这个女性的这个驾驶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要闪避 闪避人的关系 就没想到 他的车 特斯拉车子 就像你看 连续在空中翻滚这么多圈 大家比较惊讶是什么 周边很多车很多人都已经受伤了 结果这个驾驶 这女驾驶没有问题 他坐在上面 你看人还好好的 结果没想到 他的这个仅仅受到轻伤 然后AB柱都没有变形 大家想说这个车到底太厉害 你看 两个人还在那边笑 还在那边苦笑这个状况 这个对特斯拉来讲 这个不是坏事 这是最好的行销 对 那为什么他就说 相对于最近我们在讨论 网路上不是在讨论吗 华为问界不是说 他因为这个所谓整个车子 撞到前面的时候 门也打不开 然后整个火烧车 然后烧死三个人 所以就说 很多人就说 我们的国产的华为 果然还是不如特斯拉 不过那是特斯拉 过去是这样 搞不好特斯拉以后 品质不会那么好 为什么 因为他也准备 要给你这个便宜化 对不对 尤其是你看路透社 最近有一个消息 因为原本特斯拉在下一代的时候 他有一个所谓的 一体化注压法 压注法的这个状况 什么叫一体化压注法 就是说他会买一个 非常大的这个压注机 然后压注机之后 就整台车 整个钢铁进去之后 我一次把它压注 压注成型之后 这个就变成是 我的车壳这个状况 那因为这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我一体压注的时候 我没有那些所谓的螺丝 没有那种所谓钉子 这样子 或是很多块拼装而成的 这个状况 我的车体的强度会更强 那但是问题是 你要花很多的钱 投入进去这些所谓的研发费用 你还要就跟意大利 因为这个压注机 是跟意大利厂商订的 你要特斯拉订过来 然后订过来之后 你要把现有的压注机再换掉 这个成本会增加很多 那因为特斯拉就 我要省成本 所以我就说那我这样不要了 我就把这个一体化的压注方式 把它废除掉 第二个是说他准备要裁员 裁员什么 超级充电站的团队 裁了大概500人左右 也就是说他现在也没有跟你拼 什么扩张的这个速度 所以某些程度来说 他也是在做未来 可能跟比亚迪中国车厂 杀价的一个准备 好 说到了比亚迪的 观众朋友 特斯拉最大的逆风 后面的追赶者 其实就是中国的联合军团 你要知道 2023年的中国 出口到世界各地的车子 首度超越日本 变成了世界最大的 汽车出口国 这个在过去看在日本人 看在德国人 看在英国人 意大利人眼里 你哪位造车根本没你的份 他现在就变成最大国了 没错 事实上去年 在中国的这个 这个车子的出口量 是世界第一 那当然大部分是 所谓的新能源车 这个部分 那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目前为止 中国的能源车的 这个产能太多了 波兹金亚洲说 中国的新能源车的产能 过量一年 明年可能高达2000万辆 那也因为中国汽车认为说 我把它出口到欧洲 或是出口到东南亚洲 可以解决我们 国内内卷的问题 这里面来说 日本就感觉到 非常的压力非常大 因为为什么 因为那个 比亚迪呢 从去年之后 开始的大军 大举的进军日本 那大举的进军日本之后 你知道吗 他整个在去年日本的 整个销售量里面来说 成长了约莫六倍左右 那大概占整个日本的 这个进口的电动车 整个市场里面来说 两成都被比亚迪所吃了 一年的时间 只进军一年 就吃下了两成的份额 对 也就是说 他其实在日本表现得非常好 那尤其是日本去年 有所谓的日本的这个电动车的 这个风云大赏里面来说的话 这个他里面来说 有一个这个海豚 还有Auto 3 两个车子呢 分别拿上 拿掉冠军还有季军 所以等于是说 他不只卖得好 他的评价也好 那因为这样子 所以日本现在害怕 如果日本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对电动车是有补贴的 他说按照这样 我们来对这个比亚迪的电动车 我们把补贴把它下降 那日本4月起 调整比亚迪的补助金 从18万降到7万4 那某些程度来说 他也是在怕 你卖太好 搞不好对我们日本企业 造成某程度的这个影响跟冲击 对 你要知道你比亚迪 怎么样出海去攻城掠地 你在中国也是获得补助才出海的啊 那我也要补助我自己的日本造车业者 现在日本造车业者最害怕的是 哪来的海豚这么厉害 你才来一年拿下了我们的风云榜的冠军 他们一定要好好来研究一下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事实上他的车子 比一般日本的电动车便宜个两成到三成 而且他品质也不差 所以他们觉得很奇怪 那你到底是怎么办到 我们到过去一段时间 事实上特斯拉一开始在做这个电动车的时候 他曾经去拆丰田的车 那丰田的车也曾经去拆特斯拉的车 所以其实呢 你去拆他的车是什么意思呢 表示你对他的尊敬 那最近一段时间是什么 是日本厂商开始去拆比亚迪的车子 那这里面有两个 一个是日经的这个BP社 他们其实是个出版社 他们没想到就是说 他们你看这个 他们出成一本书 你看 BYD 是有海报的彻底分解的这个全体片 他把它拆得非常清楚 而且这个弄成一本书 还有弄成这个影片 他这里面来说的话 撰写了494页这个报告 因为他就说什么 你为什么能够这个 这个为什么能卖的那么便宜啊 这个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他就知道 他这个报告里面还卖的非常贵 好 那除了这个报告之外 自然丰田也是 我们要丰田汽车 他也去把 他不只是拆 不只是拆一台车 因为这个日经BP社 他是拆了这个海报 但是丰田他拆什么 汉 唐 海豚 还有圆plus等十几辆车 全部都把它拆掉了 那拆掉之后 这里有很多画面 因为他们一台一台车拆掉 然后拆掉之后 他们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说 我们真的没办法做到这样 因为为什么 他说里面很多的部分元件 都是来自中国做 那中国做 他本来成本就比较低 日本可能很怕 可能难以这个仿效 而且他们猜的过程里面说 因为他们很多汉字 他们其实不了解 所以他们还用 他去用这个月薪4.2万的这个状况 聘用整个中国留学生 来翻译这个文件上面的一些 中文的这个翻译 所以他事实上 日本是真的很认真在研究 比亚迪到底你是怎么办 到底一个状况 这说明什么 说明的就是造车霸权日本 被超越的那种恐惧 不然 这么大费做商 猜你比亚给的车做啥呢 更大的恐惧在这个地方 他们挖人的这个动作 迅猛的 把我培养一辈子的造车精英 打包走了 对 事实上对日本来说 压力也非常大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 事实上日本的人才 都一直是大家想要挖的 所以周边很多国家 过去就是靠 挖日本的人才崛起 比如我讲个例子 韩国 韩国在原本的这个 D-RAM产业里面 Netfresh产业 甚至在LCD面板 为什么它能够崛起 它就是挖了很多 大量的日本的人才过去 那现在呢 日本的汽车业 是不是过去是非常厉害 现在一样 中国的造车新势力 它就挖你日本的那些人才过去 把它挖过来 这里面来说的话 日本有整理出非常多 你看他说 转投中国汽车厂商的 这个主要日本技术人员 其中有一个叫做 这个圣佑正人这个人 圣佑正人这个人呢 就是里面我们讲到这个人 他事实上是负责这个品质管理 很多人都把它叫做什么 他是Camry之父 Camry之父 他一跑到这个广汽去 那你跟我讲 还有很多日产的人员 那我们知道 日产过去一段时间 被人家称为叫做技术的日产 你说日产的技术 是首屈一指的 所以你看 他们把丰田的品质管理的 这个工程师 还有这个首席工程师 还有日产的这个电动车研发人 全部都挖到中国汽车去 所以就说 为什么中国汽车 能让这几年 能不能那么快速的崛起 某些程度来说 他们获得了 日本高阶工程师的 这个醍醐灌顶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好 我们今天回到 4月份的车子的销售的成绩 Lussian M7 毫无悬念拿下了 国内电动车的 霸主 榜首 问题是 你现在还能称你是台湾 市场的最便宜电动车 以后可不一定是你 来看看 螳螂捕蝉 黃雀在后 平驾车 杀到多凶 对 没错 事实上过去一段时间 在台湾的汽车市场里面 日系车真的是非常厉害 但是我觉得 现在有几个新的方向 第一个就是台湾的电动车 我非常开心看到这件事 至少我们台湾电动车 开始在而且出货开始大增 这里面来说 当然就是纳智杰的N7这台车 那纳智杰这台车 拿在整个销售排行榜里面 它排到第五 但是它其实是我们国内电动车的第一名 它赢了特斯拉 它销售量是1055辆 当然我们希望说 如果接下来的红华先进 能够更快的交车出来 让它今年的这个业绩更好 另外一个 我看过去一段时间 你看都是什么Toyota 霸榜 这都没有话说 Toyota或是Honda 这些汽车霸榜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MG的HS 它居然也是我们国内的 这个总车子的销售量的第二名 而且它是中型休旅车的第一名 好 那为什么大家会注意 MGHHS 这是由中华车所做的 那事实上MG的是中国品牌 所以告诉你 中国品牌 已经慢慢的还有电动车 已经在台湾形成一个风潮 那中国品牌跟电动车 那两个当然就是中国的汽车 可能会崛起的一个证明 丰田原本是以这个氢燃油车为主 但它现在也觉得说不行 我好像也要压住某些部分 在电动车 所以现在的这个丰田的策略是说 那我既然拼不过你 那我跟你合作总可以吧 所以到目前为止 前一阵子刚好在举行北京车展的时候 丰田跟比亚迪他们合作 发表所谓的BZ3C的 跑旅还有BZ3X的七人座的SUV 也就是说这个车是 Toyota 丰田跟这个BRD互相合作的 那预估说 尤其是这个车子来说的话 预估销售量大概是90万元起 那去年开始的时候 这个丰田已经在台湾注册BZ3X 还有BZ3C的商标 所以有可能他会把这个车子 引进到台湾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那所以你知道不只是Toyota 他还带着这个 那当然日本厂商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想说你这样来拼的话 那尤其是目前为止 我们台湾对于这个中国的汽车 这个电动车 我们还没有允许他来 所以这时候变成是日本的电动车 他一定要抢在这个时候要来台湾 所以你知道除了这个 为什么Toyota要把这台车引进来 另外第二个是 因为我们知道在Honda Honda在泰国有一个Honda 1N1的这台车 那他在泰国的销售量是74.9万 那结果Honda也说那好吧 趁着中国车还没大举押进到台湾 我也把这个东西拿到台湾来 所以去年已经在台湾注册商标 今年也可能来到台湾上市的一个状况 所以Toyota来了 Honda来了 Mazda当然也不能够幸免于歪 对我们讲到Honda跟Toyota之外 Mazda也是 Mazda他在北京车展的时候 发表Mazda6的接班 EZ6就电动化 那预估的这个销售量 可以到90万台比起 那别准备 未来也可能会进到台湾 所以我就讲 在中国厂商还没大举押进台湾 目前我们可能会先接受到 这个日本电动车大举来台 当然对N7来说 先要扛住这个日本厂商 大举来台的一个状况 今天我们要聚焦 电动车龙头特斯拉 今天公布的2024第一季财报 果然出奇得惨 马斯克立刻信心喊话 结果呢 股价不跌 反涨涨了13% 不要高兴太早 今天 任俊带我们来看到 特斯拉如何一步一步陷入了 中国六年的养套杀计划之中 而难以自拔 你不要以为特斯拉跟比亚迪的殊死战 跟台湾没关系 我们今天晚上就告诉大家 比亚迪在泰国造车 进军台湾的野心 也逐渐浮上了水面 下一个战场 会在台湾吗 这次特斯拉因为公布他的营收 结果让他的这个投资者 大家心头一惊 为什么 他的Q1营收居然衰减了9% 创下2012年来最大的减幅 9%你大概没有什么概念 但是问题是他的市值 居然从去年7月到现在 至少蒸发4000亿美金 所以他的心头人 他的这个投资人可能不是心头一惊 他接下来会盯着马斯克讲说 那你怎么样能够让我赚钱 所以马斯克立刻就宣布说 我告诉你 要接下来要推出所谓的平价新车 而且本来预期的时间其实会更晚 他现在讲说我在今年底或明年初 就要把它给推出 那你刚刚看到 重点不是在推出新车 是要推出平价的新车 那对于很多人来讲 那你今天特斯拉的这个产品 你还能够再便宜多少呢 我告诉你 事实上你会发现到 特斯拉在中国大陆 美国跟欧洲三大市场上面 目前相关的产品 已经被统计出来说 降价差不多在6万以上 比如说 以他在美国的这个Model Y来讲 他现在卖将近台币140万左右 已经创下史上这个很低的纪录 但问题是现在传出来讲说 他在中国的这个Model 3 居然只打算卖台币104万 所以面对了中国车厂的 低价竞争跟围剿 他没有别的方法 只有正面迎期 而正面迎期唯一的方法就是 让更多的平价车款 杀到见骨 再来我们给大家看 大家在中国 居然寄出这个史无前例的 完全不要钱 就让你把特斯拉开回家 这样的概念就有点像是 你走到展街里面 你只要随便挑一挑 就这台 我告诉你 业务就会把钥匙拿给你 直接就开走了 连钱都不用付 是 而且这件事情 我相信对于台湾的特斯拉车主来讲 会觉得 哪有可能 哪有可能 没有 我跟你说真的有可能 因为他在中国就宣布推出了 叫做零首富的活动 可是呢你现在叫零首富 我今天进去看了车子 就可以直接把他开走这种东西 有没有办法救特斯拉的车市呢 我告诉你 事实上很多人就觉得说 你特斯拉大一时间是被逼急了 而且你走的比慢太多了 因为中国大陆在四月三号的时候 就已经调整汽车贷款的政策了 有很多家的所谓的车厂企业 已经就推出了所谓的零首富 还包含零利息的方案 不用开机 车都塞走 连利息都不用出 所以你现在特斯拉讲说 我已经跟你跟进这样一个东西 很多中国大陆的评论者就认为说 你走的太晚了 所以特斯拉在电动车的江湖 一直都是领先者 现在变成追随的人 现在的参透会不会太晚 恐怕太晚了 为什么 我们请任俊来告诉我们 特斯拉如何一步一步踏进了六年 中国电动车张开的养套沙大计划当中呢 其实特斯拉确实是在电动车市场里面 一开始的时候他走的最前面 所以他被称之为叫做电动车的领导品牌 可是当年马斯克他觉得就是说 我今天只卖这个全世界的市场 有一个市场我不能够放弃 叫做中国大陆 所以他跟中国当时要进入到 这个所谓的中国大陆市场的时候 那时候跟官方谈了非常多的条件 其中特斯拉当时以为说 我今天把这个答应的条件 我只要进来之后 这个市场我可以毒资 可以直接把它给吃掉 结果没有想到中国大陆 没有跟你什么毒资的 你要就是进来跟我做合资的企业 可是问题是呢 像彭博的前专人作家史密斯 就说这种合资的方式 其实特斯拉到今天为止 被人家压着打的原因 因为很简单 你今天到这边设厂之后 因为是合资的部分 所以呢 其实你的技术关键这些东西 你都必须释放出来给别人知道 结果呢 这些所谓的设厂技术 不管你讲他偷也好 讲他学也好 讲他复制贴上都可以 但问题是当他都会了之后 特斯拉当年进入到中国大陆市场的那个条件 以现在来看根本已经不存在 你会的别人也会 而且别人还会给你改良 这个过去已经有太多太多 竹帆不及被载的例子 比方像什么 往前推像高铁 再往前推像燃油车 哪一个不是复制这样子的模式呢 所以你如果回来看中国大陆车市的发展 他们最早期的时候 跟合资基业所做的车子 你会发现他的车型跟你一模一样 而且外观看起来都差不多 然后他说他向你致敬 连那个零件都一样 但问题是只有一个东西不同 价钱啊 价钱便宜你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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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所以以前传统中国大陆车市 有个笑话你知道 你只要去买那种他们自己做的车子 然后把logo拔下来 换上原厂的这个贴上去 我告诉你外观还分不出来 但问题是因为这样做之后 很多人对中国大陆车市的评价很差 现在中国大陆已经走出那个阶段了 我今天开始做自己的车子 做自己的品牌 再来就是特斯拉为什么走到这样 很多人就觉得比亚迪啊 比亚迪在中国大陆的这种所谓 降价的这样一个策略 把很多国际大厂的车子 都打到什么 打到快骨折了 好所以当你回过头来看到了 比亚迪跟特斯拉的殊死战 从欧洲开始全球工程列队 走到哪里打到哪里 我就问 你以为跟台湾没有关系吗 下一个战场会不会在台湾 不要说不可能 比亚迪的野心跟战略 已经浮出水面了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售车的策略 加上政策上面来讲 我们几乎在台湾 我们是买不到 中国大陆厂牌的这个车子 是 但问题是呢 迪亚迪啊 迪亚迪他最近西方部说 他原先在泰国设厂的部分 在Q3要投入量产了 那你投入量产完了之后 很多人就觉得说 你在去年才刚把厂给干完 现在你居然 要投入到这个生产的状态 而且其实在泰国啊 泰国被称之为 全球战略车的市场 东方底特律就在这个地方啊 你知道吗 各个厂牌 要放眼亚洲的新车 基本上发表会都会选择 在泰国这个地方生产 比亚迪那时候就看到这里哦 但问题是呢 他的泰国厂呢 现在已经在台湾啊 传出来申请很多这个牌子 这个商标 已经不是用 所谓比亚迪的这个名字了 所以是不是透过泰国厂 这个部分转一手回来 到台湾这边来注册商标呢 所以今天还没有可以准进哦 但是商标都已经先注册好了 会不会就是一个所谓的前哨站 我先注册完 下一步我就是泰国造车 进军台湾 这个跟现在的模式又有稍微的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 原先我们熟悉的著名的厂牌 对 其实很多都已经被中国大陆买走了 只是他的厂牌 还是挂在那个原来的位置 但现在如果他们重新登记这一些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如果中国大陆的这个车子 大量进到台湾这边来的时候 那国内现在这些所谓的 国产车的这个市场 还能剩下多少呢 而且我们再回来看 事实上我们刚刚讲 复制贴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要告诉你我要比你更好 比如说比亚迪的这个 仰望U7系列 很多人觉得说你的车子最重要是马力 我告诉你它的马力是1287匹马力 这还不是综合马力 因为它现在这个东西不叫重效 是因为它是完全这个电动车 这个居然比特斯拉的这个 Model S的轿跑 1025匹马力还要来得高 而且更厉害的是 其实像我们有在开车就知道 每次要转弯回转最讨厌就是什么 车子如果大一点 而且不够 回转半径要大 所以很多东西转不过去 再转转转转 一直转转转 我告诉你现在它的仰望U8 已经告诉你讲说 画面看起来 你会觉得不对 它下面有转盘吧 不是转盘 你有没有看到人家轮子在动 现在没有转盘了吧 我告诉你它可以原地旋转 你知道吗 所以你现在讲说我要停车 要掉头 已经不用回转半径 这个回转半径是多少 没有回转半径了 一台车定在那个地方 直接就转起来了 你要180度就180度 270度 那个角度抓得精精准准的 而且甚至还传出来 就像画面上面所看到 你以为我的轮子 只能在原地转吗 没有喔 它的测试车里面现在告诉你 我的轮子 居然可以让你的车子 转过来之后浮在水面上 这是车 这不是转 所以我老实讲 我还蛮期待看到 这种车子正式上市了 但你前面看它做 这个迷彩的这个贴子 你就知道 它基本上是在这个测试的阶段 所以我们就看到 整个车市的市场 已经大改变之后 再来就是你会觉得 这个一定很贵 我现在要买车子 没有个一两百万台币 你怎么买得到 我告诉你喔 比亚迪现在也告诉你讲说 我要做便宜的电动车 便宜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它现在推出一款 这个海鸥EV 它的售价是多少钱 如果折算成台币将近是 二十九万七耶 哇 这个很有竞争力耶 我讲实话 你现在买一台三百cc的奥多巴 可能都比它贵 待会你会讲说 最没后悔啦 那个电动车 三十万以内的售价 你能买到什么 我告诉你 十二点五寸的中控萤幕 一样都有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在乎的是 这个所谓的里程续航力 你知道吗 二十九万七的里程续航距 起跳是多少 三百公里 充保店可以跑三百公里 几乎就台北跑到高雄了呢 那如果是你要买摩托车 还是买他的车 很多人都会开始做这个比价 所以你就想 比亚迪用这种低价策略 再对照回来 特斯拉现在跟你讲说 我跟你讲 我车子降价给你卖个一百万 不然呢 我就在高速云免投垮 然后干嘛 这种状态之下 你觉得他没有被比亚迪打着 打到这种痛哭流涕 大家才觉得 那才有问题 我以为你怎么看 今天比亚迪 热热闹闹的被讨论说 立足泰国 叩关台湾 哇 所以他跟特斯拉的血战 会在台湾上演吗 不太确定 因为民进党当家 即使你是在泰国生产的比亚迪车子 也不见得能够进口到台湾来 因为民进党有一整套 去阻止中国大陆汽车上来的标准 包括用一个车辆检查中心 每辆进来都要检查 你听懂吗 所以这个民进党早就规划 有这套整套政策 至于现在有很多的台湾的舆论 欧美的舆论 都在批评说 特斯拉到中国去设厂 所以被中国养套杀 那如果这样可以养套杀 我建议美国就开放 让特斯拉比亚迪去设厂 也到美国去把他养套杀 那不就很公平吗 这种叫做什么 苏人家就在讲一些废话 因为今天特斯拉的困境是什么 第一个 新车型出来台卖 第二个 新车型的技术 逐渐被赶上了 比如说特斯拉最强的是叫FSD 全名叫Full self driving 就自动补助驾驶 可是它的自动补助驾驶 逐渐被人家赶过去了 那个差距不足以说 你为什么卖一辆车赚六万块 比亚迪卖一辆车赚八千块 它的数字差距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赚太多了 可是问题是 特斯拉没有赚这么多的话 一辆赚六万块 它股价不会那么高 所以如果它杀价的话 它赚的少 股价就会下来 这现在是你这个特斯拉的问题 要么你提高品质 要么你推出更好的车型 要么你不要像最近 推出cybertruck 就搞了一团乱对不对 这个你要自己为这个事情负责 怎么去怪取比亚迪 或怪取中国大陆其他电动汽车厂 这个怪没有意义的 在台积电法说会上 魏哲嘉讲出的全球半导体不如预期 特别点名的包含手机 包含了PC 包含了车用电子 但是台积电还有AI需求独称 魏哲嘉口中的车用电子 大白话说就是特斯拉了 欧洲上个月的销售居然暴跌了35% 但这恐怕还不是最惨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走到这一步 说穿的就是特斯拉杀手 比亚迪 一连串的低价厂市看到效果了 另外一方面 比亚迪正在复制名车的外型 想要高卖 装高上吗 而消费者会买单吗 这个俊向哥我们坦白讲 有时候人衰 人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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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么讲 这就是特斯拉现在最惨的状况 首先第一个你刚刚讲的 那个叫做晶片的问题 半导体的市况不乐观 但与此同时特斯拉 这个叫做被覆受敌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国内可能要避讳到 有一些在所谓的中国生产相关的零组件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在中国上的车市 他又遭到我们讲 比亚迪也好 小米也好 各方的夹击 是 所以有够倒霉 来各位今年的特斯拉 我们讲已经跌了四成 但你以为吗 我觉得接下来可能还会继续往下 为什么这样讲 马斯克的他的身价呢 增发了大概592亿美金左右 但是各位注意到了 欧洲销量竟然暴减了35% 我直接给各位答案 为什么会减35 就是会遭到中国车市的打击 因为现在欧洲的大幅度的引进 来自于中国的各式各款各样的电动车 甚至包括他们下周即将要公布Q1的财报 但是目标价还没有公布之前 已经被砍了20% 从225块只剩下180块 225块180块 你觉得这样已经到谷底吗 坦白讲 特斯拉卖到180 因为我是一路看他股价 够惨了 但我怕 还会更惨吗 未来可能还会更惨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你要从他的整个里面内部去观察 一家公司是最准的 现在特斯拉讲 已经高达了1万人遭到裁员 而且各位 来哦 仔细看哦 中国销售部门就是重灾区 有没有 就是遭到中国车市的打击嘛 甚至更离谱的是什么 因为特斯拉以前 他们都有带这种识别证 他们非常的重视资安 所以当他们走进去里面的时候 原本有这种警卫大哥 我看一看 有你是我们特斯拉的人 好了就帮你进去 但现在发现一个状况 不对 我哪里知道 大家都在排队 大家要排队 结果他们就跟着排排排 排两个小时后才知道要干嘛 俊阳哥 要fire人啊 要fire人在那边排队 排到现场你还不知道 啊当然嘛 因为原本是你识别证 你有就好了 我就让人进去嘛 现在是要一个扫嘛 灯扫过去 绿灯 灯 不好意思 你让人fire 请去旁边排队 逼不进去那一刻 那我才知道我被fire了 对你知道这离谱在这边吗 而且你知道吗 排多么凶狠 他等于说逼了这种 嗯红灯 旁边排 想说那我要排去哪里 旁边就准备一台专车 你要排着滚出远区 马上就叫你滚蛋嘛 因为你已经不是我们员工了 而且哪有人用这种fire方式的 等到你早上去上班的时候 你才知道说自己下一秒 还要逼过之后 才知道原来我已经失去工作了 好我们讲到特斯拉为什么卖不动 卖书比亚迪 当然除了比亚迪的低价的策略之外 你自己的品质经不经得起考验 还是你早就被消费者给你背离了呢 对没有错 因为以前大家对特斯拉 有一种精品的想象 就像我手机拿iphone 我觉得特别有这种优越感 那以前开特斯拉优越感 但现在越来越没有 为什么 因为理由在特斯拉自己的品质 也出了问题 现在看到这方面 哇这是在露什么 洩漏出这种蓝色液 直接跟我讲冷却液 那你说冷却液这个管线 你们缝起来 这个强力胶黏着 不就没事了 没有 就有车主发现这种状况 你看喔 泄露这一摊蓝色的观众朋友 你猜猜看他要赔多少钱 结果呢他去做解验 他就说不好意思 因为你这个管子呢 跟我们的这个电池 整个都是焊接地结合 所以你要整颗电池都换掉 对 六十万七十万 那就是宇轩头对我说的 人哪衰 见不我生才猜 现在马斯克最恨的 应该就是步步进逼的比亚迪了 对没有错我跟各位讲中国的那个市场 为什么讲说到了欧洲呢 销量锐减35% 这个我们讲五成以上 应该都是被比亚迪整的 比亚迪到底有多厉害 之前跟各位介绍过 一台车子卖到给你35万台币 36万台币 这个还不够厉害吗 而且现在过去 原本Elon Marks 瞧不起这个对手 他这什么比亚迪 结果没有想到 他现在已经变成了特斯拉杀手 为什么 因为这个低价策略 大家觉得奏效啊 反正我买你的这个车框 也没有多好 品质也没多加 然后一个小时后谈一下 我就要赔60万70万 我干脆去买一台35万块的车子 所以即便是这样啊 但是比亚迪的问题 坦白说 比特斯拉还更严重 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讲 中国现在平均呢 每天你猜猜看 有几艘电动车会自然 俊小哥 两架 五架 十架的电动车会烧起来啊 十台喔 各位十台一年烧三千台喔 吓死人 所以到处都在烧 而且他们讲了 甚至有全新的喔 各位未拆封的喔 直接开在路上 还不是开 运送 坐好好人给他车 运送到一半 就这把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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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啊 因为他上面全部很多 这是新车嘛 运送到一半 可能太阳照一照 也不知道心情不好 怎么样就抓起来 换路啊 整台比亚迪全新的 就这样烧起来 所以他们现在担心说 恐怕比亚迪的问题喔 不是烧不烧的问题 而是早烧 晚烧 何时 终究都会烧的问题 好 听完这个 雨萱的论述 再看那个画面 你就想说 我知道你想说 尚未没后悔 比亚迪也料到 我们会这么想 他有种高级路线耶 所以比亚迪狠在这边 他用低价车款 把特斯拉给打趴 但与此同时 这种大量倾销的是一部分 他又额外的创造一个 叫做高阶市场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 各位啊 你先看一下我们这个画面 这个是比亚迪新推出的 Super9 Super9 看起来还蛮不错啊 超跑啊 我跟你讲 各位你知不知道英国有个超跑品牌 叫Ostron Martin 对 Ostron Martin 左右对比一下 开我玩笑啊 什么两个 长得根本一模一样好不好 搞什么东西啊 一模模一样 而且我跟各位保证 价格绝对比Ostron Martin低 那你说 这个是偶然吧 这个是巧遇吧 绝对不是刻意的 没有真的是刻意 为什么 因为他另外跟宾市 Benz合作的一个 叫藤市的Z9GT 来 就给你现在看到画面 有没有感觉到 越来越熟悉 越来越熟悉 有 想不起来我直接跟你讲答案 他就是跟一样 保识捷 Palamera的Sports 一样 长得几乎又一模模一样样的 开我什么玩笑 来我们左右对框看一下 哎拜托耶 哪一台哪一台 我把牌子遮住 分不出来 左边是保时捷吗 确定吗 你要确定吗 我不跟你讲 你自己猜猜看 所以他们讲又是致敬 但你想 这个一台是超跑 一个呢 算是我们这种豪华的 这种运动型的 这应该算是房车吧 对不对 但不好意思 连我们讲越野车 连这种大型的车车 也要致敬 也致敬 我跟你讲最近路上 大家很喜欢看一台车 叫Defender Range Rover Defender 就你想给各位看看 他说 右边是Defender 这我知道 左边也是Defender 只是size不一样 你要确定 再仔细看看 左边的真的是Defender吗 好像不是 结果又是 我们讲比亚迪的仰望U8 他们说怎么又跟Range Rover Defender长一模模一样 所以各位你想想看 你这样搞 他如果价格只要你二分之一 甚至三分之一 就如同小米卖的那一台 跟保时捷很像 米时捷 对 应该是台棍 我没有记错的话 搞什么东西 天下大乱好不好 观众朋友 现在 这个绝对会是电动车霸主 特斯拉上市以来 最艰难的决定 居然传出消息 全球要裁员10% 这么大刀砍下去 背后看到的是 中国电动车低价围剿之下 掀起了电动车割喉站 而回到台湾 在国内呢 我们要带您来看到 玉日车跟荷泰 当然也都在这一股风潮之下 谁能打赢这一场降价写战呢 其实台湾在汽车市场里面 因为过去这种错误的 关税保护政策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 这个进口车的部分来讲 像电动车大家只有想到 特斯拉 特斯拉是值世界之牛耳 但问题是你知道吗 特斯拉在Q1 第一季的这个交车数 跟去年同期比来之后 他已经衰退到剩下38.6万辆 那这个跟过去来比 四年来首次衰退 你知道吗 对于这个厂商来讲 我今天卖出的车辆不够多 就代表是我的利润不够好 我利润不够好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他没有再跟你客气 先从自家员工开始开刀 你知道吗 所以马斯克立刻 就发布一个内部信说 好我告诉你 我现在全球估计 大概有14万名这个员工 但是他讲说我要踩10% 所以代表的是 他因为第一季的车辆 卖的不如预期 居然有将近 一万四千名左右的员工 会因此而失业耶 一万四千个家庭 好今天我连特斯拉 都要全球裁员 一万四千人 背后来者不善 你来看到 已经听到呼吸声了 这是中国电动车 低价围剿的下场 可以预期到的血战 特斯拉之前也讲说 那没关系啊 我们也来开发这个低价 这个所谓的电动车 就好了嘛 但问题是 因为现在美国有一个政策 就是你跟中国大陆 原料供应的那一块 你要跟他切断 所以呢像这个 所谓电池的这一块 特斯拉自己本身 其实资产率就很低 那你这个取得的成本 又降不下来的时候 他原先说 我要开发这个 所谓的低价的电动车 现在这个计划也陷入僵局了 所以今天老美一个警告座 就告诉你啦 如果你要cost down 你得用中国电池 用了中国电池 你就别想卖进我美国市场 换句话说 你真的要用低价 特斯拉低价去跟 比方说比亚迪 要跟他正面对决的话 他卖不出他的第一步 最后我们也来看到的是 人哪说的建博啊 谁才贵 你来看看 他本来以为可以帮他 转股的仙丹妙药 Cybertruck 没有想到出师不利啊 这个就回到了 就是说虽然马斯克说 他最讨厌去裁员 可是呢 你讨厌裁员 你总要想办法增加 你这收入的裁员嘛 他有想啊 所以特斯拉之前想说 那没关系啊 我就设计什么 你知道Cybertruck 意思是什么 大家都觉得说 你现在这个所谓电动车 都是在所谓房车的这个市场 但是呢 现在比如说像这种 所谓这个 这个通用型的皮卡 大家就觉得说很棒 特斯拉说我也可以做啊 所以呢那个时候呢 他一讲说我开始啊 这个开放订单 但问题是呢 你知道现在发现到什么 原先你跟他讲好 交车的这个时间 现在有车子出来抱怨说 你跟我交车前几个小时 你才跟我讲说 不好意思啊 你这个车子我们没办法到 他交车延误这件事情啊 第一个就反映在他的市场上面 你知道特斯拉的市值 因为这件事情啊 甚至一度跌破五千亿美金啊 这么严重 好听仁俊讲到这个地方 大家心里会复兴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情境会是马斯克最艰难的时刻吗 那你就回头来看 在中国电动车狼群的围剿 有多迅猛 你就知道 他还会不会更凄惨啊 其实中国大陆市场来讲 像比亚迪很多人就觉得说 他的车都比较热了 所以热的东西比较不好的 这是以前我们在传统 这种销售概念里面的状况 可是呢 比亚迪告诉你说 不好意思喔 你要改变你的想法 为什么 我们先回来看喔 比亚迪呢 在三月份的时候的销量是30万辆 但问题是他告诉你说 他们现在已经做到了 出产700万辆的这样一个新人员车 可是700万辆这个数字 很多人就看到就觉得很可怕 因为去年11月的时候 他才说我们生产是600万辆 他在四个月的时间里面 多生产出了100万辆的新车 好可怕的数字 哇 重点是什么 坐车不难 是 要卖得掉 你卖不掉 你在坐那边庞大的库存 怎么办 结果你知道吗 比亚迪用一种方式叫做 以价换量 什么意思 我们刚刚提到说 你便宜通常没好货 对 但是没有比亚迪告诉你说 你便宜你要买得到好货 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 所以你看他琴plus荣耀版 如果以他当时的这个售价来讲 不到8万块人民币 不到8万人民币的这个状态 你会觉得他车应该不会太好 对不对 他说不会不好意思 我三月份销量破5万辆 而且大家都觉得说 你像这种车子最重要要省油 对不对 他也告诉你讲说 我3.8公升的油 因为他是复合式的动力 我3.8公升可以跑100公里 重点是以前我们在传统 开这个汽油车的时候 你一定听到这个 0400加速俱乐部 就你一定要破到10秒之内 他现在告诉你 不好意思 你8万块人民币买的车 我0百加速也只要7.3秒 吓死人了 第二个吓死人是什么 那个Cyber Truck 马斯克的转股仙丹妙药出事不利 对吧 你来看看 没想到比亚迪他说 你有Cyber Truck 我也有我的电动皮卡 而且你现在画面上面看到的 这个电动皮卡 其实老实讲 他真的很像是我们 就是我们现在大家 习惯看到皮卡的样子 你刚刚讲那个特斯拉的Cyber Truck 我觉得好像有点像是概念车 因为长得其实还蛮特别的 但是比亚迪现在说 我的电动皮卡如果能够 接下来在今年要推出来的时候 代表什么 他不只是禁用所谓的家用市场 他连商用市场 他也打算进来了 你知道吗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我天啊 比亚迪啊 你今天这么厉害 你到处赚到处赚 你到底能赚多少 我们就回到了 刚刚比亚迪的策略 他是以价换量 对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说 你今天卖这么多车子出去 你应该赚很大 他说不好意思 你真的以为我赚很大吗 这个大陆的媒体 针对这个比亚迪的整个销售策略 去进行研究 发现到说什么 你知道比亚迪平均一台车子 卖15万 将近16万人民币左右 但你知道吗 他一台车才赚多少钱 8600块人民币 所以你今天不到1万块人民币 如果你今天换算成台币的时候 将近4万多 不到5万的这样一个利润 你跟其他车子比起来 很多人觉得 坐车应该很好谈的 像这个特斯拉的部分 他的这个利润 将近是他的六倍左右 但问题是 比亚迪说我现在卖的便宜 赚的少 对不对 我量多的时候 我一样是可以把它给赚回来 今天晚上听到这里 全球刮钱的电动车的 低价促销歌喉站 台湾也没有办法自绝于事外 我们就看 玉日车跟何泰 两大龙头谁能笑到最后 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所谓的电车 或者所谓新能源车 甚至是油电混合的这样一个状态 可是在传统的这个车市里面 事实上还是有一批这个死忠爱用者 你现在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像这个玉龙 玉龙的这个 Nissan Sentra 他现在也告诉你讲说 现在很多人就觉得车价应该要再降 我要吸收新的客户嘛 他现在也跟你打这个降价牌 像他全新改款的Sentra来讲 之前尊爵自驾版 他告诉你说我要卖85万多 现在直接降价2万6万 直接降了 大概将近84万左右 而且这个叫什么 这叫牌价 意思是你真的去买的时候 搞不好还可以再谈你知道吗 这第一个 国内两大几大车厂里面 你看玉龙他今天告诉你 你上我要降 立刻Toyota这边也表示 他说我跟你讲 我要在五月的时候 推出这个Artist GR Sport 那老实讲Artist 在台湾来讲算是长青车款 你看他车型这个 其实他就外观上面做一些改变 但是这一次Toyota跟你讲说 我的GR Sport跟你不一样 为什么 我推出2.0版 2.0版过去 大家会觉得说 你的CC数越大 你应该越耗油 虽然会比较能跑 结果他说没有 我告诉你我比我现行的1.8版 我又会跑得快 而且我更省油 两大龙头 谁能笑到最后 没有想到 站着站着 居然让他们敲出了 另外一座金银岛 千亿规模的租车商机 谁是老大 刚刚我们提到都是买车嘛 你有钱就买车 可是很多观众朋友一定想 买车买车要养车 你知道我们平均养车费用 一年将近是8万6千块左右 而且这个大概是国产车这个左右 这个国产跟进口 如果你要开进口车 可能就更贵了 你知道吗 所以呢大家都觉得说 那如果是这样 我平常一需要用车的时候 我就去租一下就好 会不会比较划算 我跟你讲超级划算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 这个所谓的租赁业来讲 光租车的这一块 一年的市场规模 现在居然发现到 是破千亿左右 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 这是其中一家厂商 叫做Irant 和泰的嘛 它本来是和泰的 你知道它上线初期的时候 2014年上去的时候 他说我差不多四五百台 四五百台车而已 对 结果没有想到现在 它居然车辆数 已经开始慢慢不断的增加 不断的增加 十年前五百台 十年后变八千台了 而且还有可能再增加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它开放加盟 也就是我传统的租车业者 也发现到就是说 我以前租车的时候 很多人都有个概念 你知道 我租到12点 快点便便便便便 不然还要再加钱 现在不用 你用小时来寄 所以你有需求 你就跟他租 你没有需求 我就把车放回去 我根本省下 刚刚那些的费用 和泰加派 育龙咧 所以你看和泰 会看到这个生意的市场 你其他车商不会这样看 育龙本身 他本原先有隔上 他也加入了 Lightgo的 所谓的自由租的 这样一个概念 目前他们的车辆数 其实2000辆 而且要不断的再往上增加 再来就是说 我们刚刚提到像和泰 和泰他的车款的部分 是以Toyota为主嘛 那现在育龙说 没有我告诉你 你不是只能租Nissan 你包含都有Lux Gin Volvo 然后这个福斯 这些Honda 连Suzuki我都租得到 你知道吗 为什么这些车厂 愿意投入这一个 因为很简单 他反而凝聚了这些顾客 对这个品牌的认识 以后他真的想买车的时候 他第一首选 居然会选择 我以前租过这个车 车很好开 那我干脆就买这个车好了 五七爆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天康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爆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爆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democrat参 notion 改参坏